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欣赏一株非常漂亮的亚洲兜兰 你看看这一颗兜兰多么的端庄美丽 首先它的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是那种紫红色的颜色 然后都后面的这些花瓣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那个网格状条纹 这株兜兰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签在这里 叫 给它对焦一下 叫Magical Lantern 它其实是两种亚洲兜兰的杂交品种 其中的一个清本叫Microsum 就是非常有名的所谓的玉女兜兰 和另外一种叫那个越南美人 是它的第二个清本 所以它这个花的话 它这个花瓣上面的网格状条纹 其实就是继承了那个玉女兜兰的那个花瓣的特点 而它的兜的颜色的话就是越南美人的那个兜的颜色 所以它继承了这两个清本的各个不同的部位的特点 我特别喜欢它这种亭亭玉丽 你看它花感挺长的 亭亭玉丽的样子 然后其实我这里的话 后面它还藏着另外一个花苞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还藏着第二个花苞 然后还没有开 所以的话它养的好的话 一杆上面是有可能有多个花苞的 然后它是两种清本亚洲兜兰的杂交嘛 那两种清本的话都是半叶的 所以腾干它的那个叶子也都是半叶的 所以没有花的时候 赏叶也是它的一个欣赏点 当然花开出来以后 这个是非常的漂亮了 对不对 它这个所有的亚洲兜兰 基本上还有包括美洲兜兰 它都是跟卡特兰的那个生长周期 有点类似的 也就是说它每一次的话都是从新长成的这个芽上面 发一个那个花梗出来 你看这个是去年开花的那个芽 然后之后的话就发了这一个新芽 这个新芽长成以后就又长出了这么一个花梗 然后开花了 接下去的话明年的话你看它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的就是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小芽 它现在正在生长中 到明年这个时候 这个小芽的话就会长成像这个芽一样成熟了 然后接着又会开花 最后再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一颗非常漂亮的亚洲兜兰 虽然是杂交品种 但是也是继承了两个清本的非常有特点的优势 所以的话这一颗 而且它是比较大的 你看跟我的手比起来 差不多有一个巴掌这么大的一个直径 所以还是非常漂亮 再加上这个长长的花梗 亭亭玉丽的样子 非常的漂亮 风一吹来 在风中摇曳的样子 更是 儿呢多姿 故盼生辉 好了 这一颗亚洲兜兰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频道有意思 欢迎订阅